今天我们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 他他是一位泰斗机的音乐家 他是作为青春有你的艺术指导 他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 跟我们一起引导和帮助 这些训练生的成长 那我们来欢迎蒋大为老师 耶 加上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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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年轻型的很高 一星你好 在那桃花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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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久了你大名了 对对对对 老师在电视里看你 这个非常欢迎蒋老师也加入我们这个青春有你的大家庭 因为从小我就 我们应该算前辈 我今天都72了 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 我从小就听蒋老师的歌是真的 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唱明歌 所以就唱您的歌唱得特别多 所以就一看到您就感觉特别心切 希望以后也有机会跟您一起合唱一下那首最有名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没问题 找不机会咱俩唱 行 真的真的我的荣幸 我是不是唱年轻人喜欢那种唱法 我是比较唱传统的歌曲的 但是多元化 现在环境好了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中国的大门打开了 各种流派各种风格都开始在中国的舞台上展现 但是年轻人就多元化了 是也是由蒋前辈这样的人为我们开辟这样的道路 才让我们在这条流行乐道路上会走得更顺更好 所以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就是将来的年轻人 我想就你们这代或者比你们下一代这些年轻人 他们慢慢会把中国任务 我觉得就是个任务 也是最爱的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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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我们就是修路的 修完路年轻人就越走越平越走越快 是不是 其实蒋老师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传承 传承中国的民族的特色 民族自信跟民族文化 和自己的文化 传到世界各地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现在艺人身体上和肩上 应该担当的一种责任 我看见江老师的分享 我突然自己就有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希望总有一天 到我70岁的时候 会有一些节目邀请我来 分享我的说唱的路 一个没问题 唱歌是个很自然的路 特别我为什么说流行音乐 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 打动人心靠什么呢 一种情感 一种自然的流 我们有些孩子老觉得 比如他唱得好 我想用他那种感觉去唱 但他是自然的 但我就不自然了 对吧 太棒了 你唱自己不做过 这样才可以 太受用了